那張字是寫下一句說話 各位朋友晚安 在開始之前我有幾件事想跟大家說說 就是之前都說過 在系列四有一個日期已經改了 是由9月30日改為9月29日 那一堂是由王在寶教授主講的 因為場地的關係 所以我們已經將日期由9月30日改為9月29日 請大家留意 另一個報告就是關於第四期的講座 我們都已經開始接受報名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時候 可以在今晚之後去到我們的網頁 去瀏覽 然後看看報名的詳情 記住如果你要寄支票或報名表過來 就寄回我們的會址 不要寄到這裡 這裡只是我們的講座會場 至於我們的會址在哪裡 你上網就會找到 另一件事 可能大家朋友來了這麼多課 都在講座之前 都看到有這樣的版面 趁這個機會介紹一下 有量的地方 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第一個就是 你看到我現在的箭咀指著 就是影音符 影音符 如果我們按進去的時候 裡面已經有我們在07年到現在的一些講座 已經上載在這個地方 所以如果大家有朋友 有興趣去聽我們之前 講的一些關於死亡 或者有關的題目的時候 大家可以去到我們的網址 到時候大家可以去看和聽 也歡迎你們去介紹給其他有興趣的朋友去看 另一個想介紹的就是 在這裏 有一個參賽作品 幾年前我們舉辦了一個中學精文比賽 題目是關於死亡 參賽作品裡面 當年有些得獎的作品 我們將它也上載在這個地方 如果你想看中學生 他們怎樣看死亡的時候 或者他們在裏面學到些甚麼 我們歡迎你們 可以去到參賽作品的地方 去看他們的文章 我們今天就介紹一下今天的講題 今天的講題就是意義治療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治療的詳情 其實在坊間很少人去講 所以今天很高興 請了中文大學社會工作系的助理教授 陳志豪博士 跟我們去講關於甚麼是意義治療 和我們死亡有甚麼關係 陳博士除了在中大任教之外 他也是死亡學的學士 死亡學的院士 sorry 單位了 死亡學的院士 大家可能很陌生 甚麼是死亡學 一會兒看看陳博士有沒有時間解釋一下 簡單來說 其實對於死亡這方面 有一定的研究 陳博士在關於社會學和心理學方面 怎樣看死亡都有一些心得 希望一會兒大家可以去聽一下 陳博士在這方面的分享 我們現在將時間交給陳博士 好嗎 大家好 我是Wallace 剛才也有介紹過我 我是來自中文大學社工系的一位老師 今晚很開心的機會見到大家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關於今天的題目 和意義治療 剛才馮醫生就跟我說 Wallace 你不要走來走去 我會站定定 大家在這兩小時 我會站定定在這裏 對著這個影片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意義治療 意義治療是甚麼 都很想透過一段時間 給大家一些認識 其中我自己覺得很開心 和大家分享 是因為意義治療 對於我本身來說 是一個很特別的經歷 我認識意義治療的時候 都是自己在生命當中 很艱難的時候 待會我們會看到 關於Victor Franco這個人 他是意義治療的 即是開発意義治療的人 我很多時候 在很多艱難的時間 我當時拿著那本書 其中一本很長的思維書 叫做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在生命當中 當我們遇到苦難的時候 面對很多困難的時候 是甚麼讓我們依然有這個動力 可以繼續行走我們的人生 我記得陳幾何時拿著一本書的時候 一邊看一邊去問 到底人生當中 為何有這麼多苦難 生命裡面到底有甚麼意思 在一邊看的時候 自己得到一些幫助 都很希望待會有機會 和大家一起去分享意義治療 到底是甚麼 我記得剛才大家有提到 遲些你們有個Session 是關於Dr.Paul Wong的 黃在寶教授 Dr.Paul Wong 也是其中一個 去講很多意義的一個人 我記得我年輕的時候 你看看那幅相很小 不要那麼清楚 很多年前的 當年很年輕的我 看到Dr.Paul Wong來到香港 很開心 因為我當年對意義有很多的探索 其中一件事就是 周圍去問人 發電郵 去世界各地 Dr.Paul Wong 是加拿大的一位 加值的華人 其中一個很好的教授 他會採我 我當時是一個 傻家家的學生 我又發電郵 問他人生有甚麼意義 在苦難 你有甚麼看法 Dr.Paul Wong 是一個很好的一位教授 他和我分享很多 他自己的看法 所以當年他來到香港的時候 很開心 有機會見到他 覺得意義是甚麼來的呢 會不會有時候 都會覺得很抽象 生命當中 我問甚麼是意義呢 他曾經提出過 當我們有時候去看一看自己的人生 會不會有時候 都會有一些疑問 這些疑問 他形容是五個基本的問題 就是對生命 一些很基本的問題 有沒有想過 到底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為甚麼我在這裡 如果你從一個生命去看 就是問 為甚麼人會來到這個世界 為甚麼會來到這個世界 但如果我再埋伏一些 問問大家 大家既然來到這個世界 這個說話 會不會依然有意思呢 Why am I here 如果我問大家 為甚麼今天 你們會來到這裏呢 不單是問生命 為甚麼我們會來到這個世界 而是我們去想想 到底今天是甚麼 讓我們一班 可能來自不同背景的一班朋友 我們今天都來到這裏 會不會都有意思呢 Why am I here 另一個 阿波問的問題是 Where am I going 我們又會去哪裏呢 如果我們又從一個生命去看 可能就會問 人死了之後會去哪裏呢 到底有沒有所謂的永生呢 人死了之後是怎樣的呢 還是中國人說 人死如得滅那樣呢 但如果我又回來 好像在我們生命當中 同樣地會不會都有意思呢 當你想完這系列的訓練之後 你會去哪裏呢 Where are you going 你願不願意把這些東西 都在你的工作 以至可能在我們不同的生活當中 有機會都去實踐的呢 我想這些問題呢 同樣地 對我們的生命都會有意思 很真實的 當人要面對苦難 要面對死亡的時候 我們會問為甚麼 我們會問意義 以至我們有時都會問 這樣的人生 是怎樣值得我們去過的人生 我們怎樣找到 在苦難當中的意義 甚至在生命當中 我們找到那份盼望 或者那份開心 在生命當中是甚麼重要的呢 這個也是 Dr.Paul Wong曾經提出過 在生命當中 值得我們去思考的五件事 我相信大家今天來到 或是說對死亡 有一個對這個題目 相當的認識 有人說 生命當中只有兩件事是肯定的 第一件事大家都知道 來到這裏 甚麼是大家知道肯定的 可能是每個人都會面對死亡 但面對死亡的時候 我們自己有甚麼感受呢 我相信死亡不單單是一個學術的題目 死亡可以很學術 可以很研究 可以很專業 我們在服務上去做 但同時 我相信死亡對於我們每個人來說 都可以很個人 很個人 很過癮 死亡對於我們每個人來說 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以至我們面對死亡的時候 我們自己有甚麼感受呢 有人說 重要的是 雖然我們知道人們會死 但至少這一刻 我還有一件事要知道 是甚麼 是的 這位朋友說得很好 他說 有個哲學家 他說 我們每個人都會死亡 但至少這一刻 I am still alive 我依然活著 Hopefully 我們依然活著 生命會不會有很多不同的可能 以致我們可以活出生命的意義呢 今天 馮醫生邀請我來到這裏分享 一想起拉撒路會 你們會不會也想起這一節經文 應該是在聖經裏最短的一節經文 耶穌哭了 為甚麼人而兇呢 為拉撒路而兇 有時也在想 其實 耶穌應該知道 拉撒路一定會復活的 為甚麼他都這樣哭呢 人有時都是 我們明知道人都會死的 那些人會不會這樣跟你說 人都是會死的 有些事都沒有那麼傷心難過 但其實有些事是理性上我們知道 但同一時間我們明白 人也有很多軟弱 也有很多感情 以致死亡不單單是一件個人的事 死亡是一件關係的事 所有的死亡都在說一些關係 為甚麼那個人的離開 以致令我這麼有的感受 想起死亡 有時我們也想起很多人在過程當中 很多苦難 你會不會想起若白 若白經歷了很多苦難 他都會問為甚麼 以致死亡的時候 我們有時想起 這不是生命的一部分嗎 是這麼說的 是甚麼都有定時的 人是會死的 但同一時間我們也很明白 就是眾而如此 人面對死亡的時候 都會有哀傷 都會有軟弱 都會有難過 我不知道大家在自己的生命當中 在自己的工作裡 曾經有時會不會也問過 為甚麼 當中有甚麼意義 要面對苦難 親人的離開 到底有甚麼意思 以致我今天 我依然要帶著這些哀傷 繼續走下去的時候 到底有甚麼意思 這幾年在大學 我開了一個關於生死的課程 我給了一個名字 我給了一個課程的名字 叫做Living with Grief 與哀傷共存 與哀傷共存 對於我來說 哀傷是生命當中一樣 其實是很自然不過的東西 人會傷心難過 欣賞我們親人的離開 其實是很自然的 與其我們說 要拿走它 我會說 不如我們跟它共存 Living with Grief 當我和大家分享 當我上這個計劃去大學的時候 你猜測是否有障礙 人們說 在大學開了這些課程 有沒有障礙 都沒有甚麼障礙 我記得當時 上這個計劃去大學的時候 大學其中一個 feedback 就是 你這個課程的內容都可以的 都設計得不錯 我現在有一個評語 有一個評語是甚麼 跟這個課程的名字有關 他說Living with Grief 與哀傷共存 是怎樣的 你們覺得嗎 我聽到一個評語 你覺得那個名字太灰了嗎 他說 哀傷共存 不是不灰 很好 我覺得這是接納的一部分 他說不是 Living with Grief 與哀傷共存 很灰 他說可以怎樣改得好些 有個其中一個同事就說 不如改成與哀傷共存 大家Live 一點 我說完全破壞了整個課程的意思 生命當中 死亡 哀傷是我們生命的一部分 有時候我們都會 很容易面對這些事情當中 到底有甚麼意思 為什麼 和大家分享這幅圖畫 大家認不認識這個地方 大家猜猜這裡是甚麼 這些是甚麼 我們香港正在研究 是否要建立垃圾墳化爐 很多煙通 這些煙通是甚麼 這個地方是 這個地方是 波蘭的一個集中營地方 如果大家認識 過去一段歷史 就是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很多猶太人 被納粹德軍捉了去集中營裡面 受了很多奴役 其中一些人 就是在毒氣室裡面被毒死 毒死了之後很多屍體 那怎麼辦呢 他們就要燒了屍體 所以要用很多這樣的煙筒 去燒屍體 噴了很多煙 這是一個這樣的背景 為什麼要和大家分享 這個地方呢 因為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Logotherapy創辦的人 Victor Franco Victor Franco 他很長壽 大家看到1905年 1997年 才過世 Victor Franco 本身是一個猶太人 他正正是 剛才說的 在集中營裡面的 其中一位行傳者 是其中一位 所屍體 但是 Victor Franco 他創辦了這個意義治療 他跟人說 整個意義治療很簡單 他說 簡單的 背後的目標就是 當我們看到 苦難當中的意義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勝過那些苦難 我們就能夠找到生存的意義 這個是 在整個意義治療當中 最核心的那部分 但是 那些人就問 Victor Franco 你的意義治療 是否在集中營過後 你經歷了那麼多之後 創立出來的嗎 Victor Franco說 不是 他說 我進入集中營之前 我已經有這個想法 我已經創立了這個意義治療 他說 我透過意義治療做些甚麼 他很有學術的精神 他驗證一下 意義治療是否對 他說 我就經歷了那麼多的苦難 我要他證明一下 到底我說的東西是否對 他自己親身去經歷 他在集中 在集中營當中 經歷了很多苦難 最後他的父母全部都死了 他第一任的太太過世了 但是 他整個人生 一直都找到他當中 繼續生存的意義 他經常跟人分享 我的意義治療 是在集中營當中染症出來 它是有用的 當我經歷苦難的時候 是那些意義支撐著我 讓我可以繼續生存下去 Logotherapy 為甚麼要用這個字 Logos Logos 這是一個希臘字 有些人翻譯做意義 Ritter Franco 就翻譯做意義 如果大家熟習 可能有不同的翻譯 有些人會翻譯做道 那種約空福音說 太初有道的道 Logos 是那種意思 很多時候 Ritter Franco說 當在苦難當中 我們有時看不到 所以Logos 有一個目標 就是幫助人 在苦難中找回那些意義 在苦難中 有一刻 你看不到有意義 你問那些人 他們說 那麼苦 有甚麼意思 死掉就好 但是 這個Logos 他提到 意義是存在 但有一刻 我們看不到 他很想和這個意義治療 幫助人 找回生命當中的意義 那麼 這個 Ritter Franco很有趣 他也是 一個學者 他本身是一個 精神科學醫生 他是一個 Philosophy 是一個哲學家 他很喜歡畫公仔 這個是自己的自畫照 那麼 這個是他的簽名 和大家分享一件事 最近在 中大圖書館製了一本書 打開一本書 突然好像漁獲置寶一樣 揭開一本書 大家記得 其中一本 最早期出版的書 The Doctor and His Soul 我找到 Ritter Franco的親筆簽名 在中大圖書館裏 然後我說 是否真的呢 然後翻查一下文獻 咦 是真的 好像挺像 這個 在文獻上 Ritter Franco的簽名 這個在中大圖書館裏 我很相信 在Vianna 應該是六年代的時候 香港有一位醫生 姓佐的醫生 可能都 捐了 後來 捐了一本書給索基 擺在圖書館裏面 我跟圖書館說 可不可以這本書送給我 我發了一個電郵給大學 我捐了一些書給大學 然後他會回覆 很有禮物 多謝你的電郵 但你告訴我們 這本書這麼珍貴 這本書當然不會給你 我們會把它收藏 在一個 Special Collection的系列 那裏全部都是 作者親筆簽名的 你有機會 還回一本書的時候 就去那裏看 誠實 都是有些當價 那樣 我都好 為這本書 為一個合適的地方 Logos 我想大家不陌生 如果認識一些基督教的 例如網道號 經常來香港 他們那艘船 Logos Hope 就是當中 能否找到那個目標 那個意義 Richard Franco 他經常引用了 靈才的一句說話 他說 He who has a right to live for can bear almost any heart 當人找到生存 那個目的 是為了甚麼而換 他就彷彿可以承受 一切任何的東西 包括了很多不同的苦力 他引用了靈才這句說話 在二字條裏面 他提到 其實很多東西 會令到我們去思考 到底是甚麼 坐得了 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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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